好,这个是问资源股的 Jojo来的,Jojo Wang 他就问358刚铜 它是16.8有货的 他说应不应该只赚还是等呢? 其实原材料感觉上上升 但又会带来一个通胀的问题 你又怎样看铜价未来的表现 以及刚铜股份的前景呢? 如果从一个通胀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 当然物价就会推升到 对于一些商品的价格 都是倾向上是利好 但要留意始终内地 都是有一些角策的因素来到存在 刚铜来说 我想关注点就是 今季到底会否是内地 真的合乎预期有一个很大的盈利 即是经济的增速存在 如果是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相对上就对于刚铜的前景方面 都会比较上是乐观一些 所以市场现在都是倾向 是一个官网的态度 就会为主 倾向上来说 如果多看2-3个交易日 股价可以突破到16元的时候 市场乐观的情绪就会比较上高一些 到时可以看到17.5元到18元 但多看2个交易日 都去不到16元或以上来收市 可以考虑估作课线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